我 刚送进来被KTV玻璃砸的 开锅子 我有钱了 开锅子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你说了是你 你疼不疼了 拍锅子啊 有头晕恶心吗 来睁开眼睛看一下至极 你 你是王小阳呀 有功夫下车就拍锅子了 求你了快 你不配合我我怎么治啊 你有时间下车就拍锅子了 我找你妈妈呀 我来个大包店 干吗呢 这是医院知道吗 什么 老子有钱去换套衣服去 又又又 哥哥哥 我治你有钱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咱这是小包店 我们要去小包店 来来 过来过来过去 咱知道有钱 我要大包 窄子 有钱 紮的不睡 先坐CD 别愣着了 先听愈处吧 就没上过这么败子夜班 到现在连他厕所没上 都说你最近没清高照 我干嘛肺部信zial跟你拿班 我跟你说 这就是好急心害死人 是 李医生 你快过来看一下 你去处理一下吧 知道我诊得一路径吧 呕吐可能是消化道病变 或者系统性疾病 要随时观察 行行行行 去吧 放心 他都吐成那样的 花花肠子 早吐干净了 李大夫 这年血压不到四十了 走 走 不能躺这儿 容易发生雾息 起来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起来 宝贝 就知道你会来的 宝贝 走 宝贝 别走 宝贝 干吗呢 也不知道扶一下 来 起来 打 来 起来 来 把他撞过来 快 干净的 除了呕吐 还有哪儿不舒服 这疼不疼 排除蓝蜓言 身上有擦伤 这不重要 先送那课 好 别走 不想干了 我 不想干了 我怎么不想干了 他刚才 他不是刚吐完才来急诊的吗 嫌脏了 那你去产房看看 哪件白大褂不是沾屎沾尿的 我看你是刚长门诊没带够吧 我怎么嫌脏了 我这一晚上 给身上涨了去 流浪汗 清过创 给喝了滴滴味的小姑娘 这些我都没有看见 我只看见病人躺在呕吐物中 你却站在旁边无动于衷 你没看见不等于我没干 怎么跟主任说话了 主任 这男哪不是一善茬 他老大被锅里挂了 和安征呀 就说要杀伙 还动手动脚 咱犯不上让学生们 听不掉好色 关键是 他说咱这服务没开底的好 不正好吗 走人 行啊 李博你都搞定了 以后写个病例偷个懒 值班的时候打个盹 可真方便 我觉得你让我进你的组 就是为了苛刻我 挖苦我 然后看我笑话吧 现在有人帮我说个实话 都不行了 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 就是一更大的笑话 我走行了吧 你可以走 但今天已经开始 今天的五千名你别先赖掉 然后 многие 霞 我冲动了 对不起 我没聋 你说回是你的事 我愿不愿意把你留下 那是我的事 你不会觉得过个嘴瘾 一点后果都不用承担吗 您打算怎么处理我呀 现在直到紧张了 我看你就保持这种状态 至少说话 做事 过脑子 直到我想好你的取留 您打算想多久啊 你放心 任何时候 只要我觉得你非走不可 我一分钟都不会让你多呆的 这是口服葡萄糖 出门前喝了点 你这脸色 别把病人吓着了 打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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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您好 中文字幕——YK 这个我来吧 周主任 这种小擦扇 不用您亲自处理的 护士没回来 我让你出去就出去 别坐 坐好 我去你 坐一坐 啊 啊 哎呦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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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最近查房怎么跟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 大气都不敢说 原来你是在带定区啊 我也知道自己挺怂的 虽然不服吧 还得一次一次认错 其实我不是怕他 我是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他就是吃准了你这点呗 然后一直吊着你 你可注意点啊 别被他给逼成神经病了 你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林老师的 你跟晨曦在无线做怎么样啊 怎么样 失眠呗 这不在这儿跑步呢 你还能失眠 为什么呀 因为一个病人 李伯 来 主任 怎么就他们两个 陈希仙台湘的高中同学啊 准备在咱们医院做这肿瘤手术 我让他们跟台了 这样呢 也能照顾一下病人情绪 那叶春萌呢 也去了 说万一病理结果不是特别好的话 怕他脸扛不住 一个个以为自己是天使还是观音呀 都出去普渡众生了 科里活谁干 李伯 你几岁了这你都信 这帮学生为了偷懒 什么借口不会找 那 那我现在给他们叫一下 我去吧 这 月月 孙主任的技术你就放心吧 而且刚才我看了 切口在乳运上 将来的疤根本看不见 既然手术成功了 纤维瘤也切了 我不想住在医院 我想回家 切下来的纤维瘤 要去做冰冻病理切片 如果结果没事的话 就可以离开了 那还要多久啊 鲜南翔怕你着急 亲自去病理科了 在那儿盯着呢 应该回来了 没接过电话 鲜南翔他搞什么呀 我再给他打一个 孙老师都进来催两回了 肯定是结果不好 你别瞎想 说不定他被哪个老师抓去做妆听 给耽搁了 怎么没接电话呀 我找他去 晨曦别打了 肯定是恶心的 他不敢告诉我 不会的 我是不是要回手术室了 这回要全麻了是不是 这回要欠乳房了是不是 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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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一下 你先休息会儿 你干吗呢 我 我难过 这是什么地方 你难过你就哭 他是我高中同学 我们俩是好朋友 看到他那样 我真的忍不住 你还是他的大夫 是手术团队的一员 换做你是病人 上台前大夫冲着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手术你还敢做吗 你不明白 这不是一般的手术 他可能马上要乳房捐气 早上他来的时候 还是个漂亮完整的姑娘 可是过一会儿 他就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 而我偏偏要在旁边目睹这一切 这太残忍了 那我来跟你说说更残忍的 如果他不手术 癌细胞就会全身扩散转移 到那时候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一天天消瘦虚弱失去人形 最后在疼痛中 生不如死 我不要这样 你看看你这样 像是干外科的吗 你穿上这白大褂 就给我拿出大夫的样子 我告诉你 我们外科大夫 就是以有限的痛苦为代价 避免更大的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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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影拿响了吗 没看见 命令结果出来了 恶性的吧 你打热在这儿 做到什么时候啊 楼下全世界的人民 都等着你啊 对 我怂 我没担当 你随便 病理分期一期 肿瘤小 木把片无盖化点 进行切除手术 有一定几率保留乳房 这不挺好一个结果吗 非要弄得跟天塌了的似的 月月现在需要朋友 我没法跟你一样冷静 在月月这儿 你能当个大夫 我当不了 知道你跟她好多年同学 你接受不了 我们不仅是同学 上学那会儿 我们所有男生 都不敢跟她说话 也不敢背后议论她 就是把她放在心里边 悄悄地想 月月人又好 又不傲气 就让我觉得我更配不上她 想一想那会儿我还真是随 谁说的来着什么 一树梨花鸭海棠 仁华一大谢南翔 还有你配不上的姑娘呢 对 她这一出事我确实是随了 我知道 我以前给很多病人都说过 可能性这三个字 我们轻轻巧巧一句话 对于病人来说 那就是一片天都塌了 我以前就是觉得惋惜 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 人听都不敢听 我们想听到的是 百分之百确定 而不是可能 更不是眼睁睁 看着她被癌症给毁了 喂 爱报告拿到吧 恶性 医期 你通知孙主任 赶紧手术吧 好好好 马上下来 月月病房出事了 赶紧 程涛 你别这样 陪我告诉你 是我不对 你最近飞行任务 这偶是怕你分心啊 想拿我说事啊 什么情况啊 你别去 你以为你那点心思我知道 难怪最近老往我妈家跑 怎么嘞 想住院之前套劳我是吧 亏得还没领证呢 你是怕我拖累你吗 孙主任说了 我是医期 术后愈合会很好的 你忘了吗 你当初说过我了我病了 老了 丑了 就算劝个不熟 你都不会离开我的 我当初追你那么久 你现在怎么突然就答应了 你现在得病了你知道吗 不熟悉两枪 就你也配 是什么谁啊你 妈 拉起砂油 我这么快打仗 我就不要谢谢男生 月月 我心里这不熟 月月 没事吧 月月 走 没事 不过我在 你现在不能有情绪啊 我得去通知孙主任开台了 待会儿他要全麻 哭成这样怎么行啊 你帮着劝劝 周老师 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能不能下去休息 刚才在准卫室的时候 不是哭得挺来劲的吗 怎么不舒服了 我 你什么你 我跟孙主任商量过了 这台手术 你做二助 我二助啊 醒了 还难受吗 头晕 恶心 还受觉发冷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晕血啊 这幸亏哪儿都没磕着 万一头撞在尖角上怎么办 我知道 知道你还进去 我怎么没磕着 怎样才不得身体 都没磕着 没有磕得 你钱 你还给伟大夫当过医主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前几次都好好的 偏偏这次 我就说了你几句 说晕就晕 或者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谢南翔吧 我可是看见了你看她的眼神 你以为一摔一晕 她就会把注意力回到你身上 太高估自己了 她人呢 陪着月月呢 真以为穿上这白大褂 就能白衣飘飘养我相聚了 那是手术室 您们要不把这手术刀当回事 或者没把握拿好这把刀 就不配进手术室 不配干外科 更不配当我周明的学生 周老师 您能不能别说他了 我刚给他量过血压 血压真的很低 临床体征都没拉下 你装到这份上 我真是肃然起敬 我不是装的 这又不是光彩的事 我为什么要骗人 那行吧 下周开始 我跟你做系统透明治疗 不管是真病假病 好歹你出科的时候 别让别人说 周明代的学生居然会晕血 系统透明 我是受罚 我得爬五千米呢 你这种友情课 我都串得幼稚点啊 你倒是腿疼 我说让你慢点跑吧 我说让你慢点跑吧 你赶紧把乳酸都揉出去啊 要不然待会儿值班的时候遭罪 周希思又要骂你了 你懂什么呀 我都想过了 对付周希思呢 要以毒攻毒 他不是打算虐我吗 那我就先自虐 而且下手呀 比他更狠 那等他虐我的时候呀 我就没感觉了 我帮你打听过了 说是晕血特别难治 李波说他们刚上班的时候 就碰上两个 一直到毕业的时候都没治好 毕业以后呢 一个去了疾控中心 一个去卖药了 那他们最后 是不是成了他们搬婚的最好 对不起 希希 你真的喜欢学法科啊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那就是为了谢南翔喽 值得吗 反正上次你跟我说 你晕血是因为谢南翔受个伤 我就在想 要是他把我一个人扔下跑了 我得恨死他 你还在这儿玩执迷不悔呢 其实我也生气 但是我忽然发现 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我 跑向别人的时候 我反而更加无法承受 人这一辈子 不就是应该跟着自己的心走吗 我的心是向着他的 我没办法拧着他 你不认识 进来 周老师 你想好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要留下 我也一定会留下的 好 现在我就跟你聊聊 系统脱名法 故事长罩的番茄汁 说是减肥养颜 对身体好 挺新鲜的 这 还没吞藏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